法務部長鄭明謙 鄭部長 台北地監署檢察長鄭明謙 確定接任法務部長 成為準賴總統的新人士內閣 而談起他跟賴清德淵源 要從20年前 賴清德當台南市立委說起 賴清德時任台南立委 路上遇到三名年輕人 立向行使向前規勸 反被囚犯攻擊殴打在地 時任南檢檢察官鄭明謙 偵辦此案 罕見以非常重的重傷害罪起訴 具體求刑四年六個月 鄭明謙行事作風強硬 妨害過去資歷 國立中心大學法律師畢業 曾任廉政署政副署長 雲林台南地檢署的檢察長 之後升任廉政署長 即將兼任法務部長 行政資歷完整 系署鄭明謙近期正辦過的案件 包括高雄安 駕領助理費 直接指揮北檢到高雄安辦公室 搜索查扣帳簿 而林茲廟貪污案 他清城繽紛三十路 搜索縣府跟親友住家 更曾處理桃園市前副市長 葉士文的所會案 新北市副市長徐志堅貪污案 被外界稱為塑貪汗將 是不是報恩內閣延伸出來的一個格言 這個我們不予置評啦 我所知他過去在廉政署的內 表現相當做到肯定 許多跟他接近的朋友 在我所聽到的控題很好 鄭明謙升任法務部長 南傑檢察長職務 則由中和縣接班 中和縣過去曾衝台南市議會 抓走涉案的李全教 資深記者林玉峰透過節目就說 賴清德的司法九結編儼然成刑 有需要就直接辦甩出去非死即傷 再次網上宇鴻屬豬 攀登報導